山坨,步步逼近台灣已經開始下起大雨了 不想愛車變泡水車 現在很流行這樣的防水車衣 到底有沒有效呢? 試測看看 先不看有沒有效果 能將車成功包起來就已經很不容易 打開兩台車大小的巨大塑膠袋 光是攤停就需要兩個人力 接著合作手舉高把塑膠袋稱高 此時強震風就吹來 袋子被吹得咕咕的 人都快要跟著飛起來 再把塑膠袋採穩後 就要靠第三人開車進洞 仔細收緊塑膠袋把空氣擠掉 塑膠防護罩防水功力一流 它就是一個大的塑膠袋 你要把車子裝在塑膠袋裡頭 所以只要你風口綁得牢的話 其實即便是水已經淹到車子了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防護效果 其實防護車一一年多前 中國就已經開始流行 有位車主網購了一個超大塑膠袋 把車整個包起來 結果那時福州的地下停車場 真的泡水了 所有的車輛都被水淹 只有他的車完好如初 只是可不是每台效果都這麼好 海風天如果塑膠袋被刮破 同樣也會變湯包 一旦水淹得太高 水壓就會灌進車內 萬一水真的淹不進車內 還有可能讓整輛車浮起來 要把車子浮起來的話 所以我們的浮力只要克服 車子本身的重量就夠了 整個排水體積大概是1.8立方公尺 然後再除以車子的長度4.75公尺 再除以車子的寬度是1.84公尺 我們就會得到是0.2公尺的高度 車子就可以浮起來了 物理老師推算 車子包進防水袋 一般造車只要底盤淹過20公分高 就有可能浮起來 只是這防水車衣要駕上車權 需要多人協助中代 一旦有裂痕就破工 還不能重複使用 是否值得購買 車主有不同評估 BVA新聞中 有任務中 臺北相報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